表單給做完好了 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長的就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 以後你就不要留針 第一個先把畫面畫出來 其實跟 小畫家差不多一樣簡單 我想這個 應該不算困難吧 就介面的設計部分 主要是熟悉它 感覺其實跟影像處理有點像 Photoshop 也常用影像處理軟體 可是我覺得反而這個還比 Photoshop那個還簡單多了 Photoshop裡面功能還比這個還複雜 那你只要注意好裡面該該怎麼設計 那最重要當然 其實還是一樣常用 用久了之後 做表單是一件還蠻簡單的事情 花不了多少時間 然後呢做完之後呢你就把它啟動起來 不過啟動的話要怎麼啟動這個表單 當然你不可能 你將來一定要給 使用者一個按鈕 讓他按下去自動啟動 你總不能說呢你做好這個表單 假設這個表單我做好了 那你要讓他啟動的話 一般是上面一個執行 你當然可以執行起來 可是以後你不可能說叫使用者 自己在這邊按這個按鈕 一定要怎麼樣 給他一個 啟動的機制 那啟動的方式 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就是第一個 你不就是給他一個按鈕 所以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就是插入一個SUB SUB的名稱叫啟動表單 然後 home.show OK 在home.show 配合一個按鈕 這個啟動表單 按下他 這個表單就被啟動起來 OK 應該 沒有問題吧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當那個 這個 ECEL打開的時候 那順便呢 也把這個表單給叫出來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檔案呢 是希望 直接給對方 他 一打開檔案 反正這個表單就跳出來 你就希望他只要打 輸入資料就好了 你不要 跟他 就不要做其他事情 避免錯誤嘛 那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 表單 可以隨著這個 ECEL打開 而就自動打開 那這個概念呢 特別注意 其實也是主要是針對 VBA的project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 List Workbook 這個List Workbook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工作部 那工作部 實際上就指的是ECEL ECEL這個檔案 那這個 List Workbook的物件 它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 Wordbook 把這個先清掉 就是打開它的時候呢 一般裡面有Wordbook 指的就是說 你現在的這個工作部 當它怎麼樣呢 發生一個事件 所以 右邊那個部分 都是事件 一堆 其實基本上用到的機會 大部分其實都很少用到 最常被用到的就是Open 當這個工作部 它被開啟 就是你點兩下那個檔案的時候呢 它在開啟之後呢 你順便幫我把表單給叫出來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個 Home.show Home.show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這個時候記得 把它儲存一下 儲存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 這裡面其實我記得是 我印象中不用 不用存 不過你按下去沒差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 問題01有沒有 把它另存新檔 那儲存檔案的格式 我前面有講過 啟用聚集活業部 那我把它放桌面上面好了 按個儲存 那把它關閉之後呢 你再去把它開起來 直接把它打開 打開的同時呢 它這邊會出現 要不要啟用這個聚集 預設是會 會要你 要不要啟用 如果你要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 當它open 當這個工作部 open的事件的時候 就把這個表單給叫出來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啟動表單 兩種方法 我想這兩種方法應該夠了 一 啟動表單 二 直接就是 隨著那個 工作部啟動就啟動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撰寫程式 不過撰寫程式之前 恐怕你要先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檢查一下 這個名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本來叫什麼 Test Box 它的名稱 本來叫做什麼呢 本來叫做Test Box 1 如果沒改的話 這個 這個沒改 有沒有 這叫Test Box 1 這個叫 2 3 那這個叫 COMBO Box 1 這個叫Label 6 不過 有時候要叫這個名稱 太長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不好記 所以呢 我這邊呢 也許 但如果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這個改成 買A 買B C D E 名稱的話 記得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呢 把這個 按鈕呢 本來叫 Kamemba 很長一串 Kamemba 太長了 你乾脆這邊叫 B1 好了 這個叫B2 OK 那也就是說 盡量參考一下雲端上面 我這邊有寫 反正就是 A到1 B1到B2 這樣的話 比較好記 第一個 那特別主要 就是你 建好這個畫面之後 因為將來 程式呢 需要 存取 這上面的東西啦 所以你名稱 盡量取得比較簡單 或者比較有意義的話 你將來 程式撰寫會比較簡單 好 第一個 請各位等一下 分別把這個名稱 重新命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我們要做什麼呢 當我啟動之後 可能要先 第一件事情 性別 如果你把它啟動起來的話 啊 啟動起來 如果你什麼 就是這個 表單裡面呢 沒有做一個事件 他這個 下拉清單裡面 會是空的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 讓 怎麼樣 當他啟動的時候 順便幫我把下拉清單裡面 填上男生或女生 那怎麼加進去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加進 這個項目裡面的話 那我這邊 分別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叫買d 那買d裡面要放什麼 特別注意喔 它裡面 你把 我是要當什麼 當這個表單 被啟動的時候 順便加入 兩個清單 這個叫性別 改一下 改性別 啊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表單 空白處點兩下 點兩下的時候呢 他會出現什麼 User form 被click 請你把click 改成什麼 改成當什麼時候呢 哎 記得喔 當那個 Active 或Initialize 特別不要是click 因為我要加清單嘛 當什麼時候加比較好 當他被啟動的時候 說好了 Active 所以記得喔 這邊會多一個事件名稱叫Active 請你把click 把它刪掉一下 之前就有同學寫錯了 所以他寫到click 就很好笑了 他清單什麼時候都沒有 點一下就有了 不對啊 清單點一下才會出現 那不是很怪嗎 OK 所以記得喔 這個事件把它刪除掉 就有Active 剛啟動的時候 那做什麼 其實非常好 那個 元件的控制 那上面的控制 控制的方法 就是你去入一個 my myd 因為他不區分大小 vba 不區分大小 但是java 或javascript 那一些 或c c++ 那個都會有區分大小 所以你打小寫 沒關係 點下去 有沒有 他會一樣會出現 所以vba 這點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反正習慣就好了 OK 但你要記得就對了 所以有時候 我常常寫太多程式 有時候 常常都 不過還好 現在應該都已經 所以有的時候 也不用記太多 一定要記得 他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 就 就算了 OK 另外也不要實際在腦袋裡面 像我的習慣 寫完就放在雲端上面 需要的時候 在 因為你寫的嘛 所以你看你馬上就可以 馬上恢復記憶力了嘛 對 可是你硬是把它烙印在腦袋裡面 那你很辛苦啊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學寫程式 很辛苦 因為你硬是把它塞在你的腦袋 就會非常辛苦 所以後來我把它丟到另外的地方去 我發現 其實不會很輕鬆啊 我需要的時候我看一下就好了 那我不要刻意 背在腦袋裡面 那就很輕鬆了 但是前提你要有個地方放 那個地方放了你要找得到 不要放了之後亂放 找不到 每次 好像 在哪裡 找不到就麻煩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放雲端 當然你們有自己的習慣 可是沒有雲端之前 我是有一個筆記本 專門寫一些我可能常用的程式 OK 可是後來有雲端之後我就放雲端上面 好那這個地方怎麼樣加清單呢 很簡單也不用十倍 它一定是個方法 所以一個控制項 其實它就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 不外乎就屬性 跟方法 OK 一樣嘛 物件導向概念 物件的使用就兩個 它的方法 做什麼事 就有點像動詞 OK 屬性 就有點像名詞 或形容詞 其實它就是一個狀態 裡面放什麼 那我們 一定是增加 所以add item 第一個就是 那男生女生的話 你這邊就輸入一個男 或者是 一樣 女生怎麼輸入 再一個 myd myd 然後這邊輸入一個什麼 女生 OK 好 這樣就OK了 就這樣而已啦 因為還好是兩個項目 OK 那因為之後怎麼變化 搞不清楚 又是要重新立法 是不是 那在一個性別 呃 什麼 中性嗎 還是 我不知道 這個 太太 現在也不知道 而且好像個子 幾件 好 那加進去之後的話呢 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下拉清單 就出來了 OK這邊就有男生 或者女生 那未來當然喔 如果你其他地方都要加下拉清單的話 其實有一個類似的方法 不過喔 這種加 方法記得喔 一 在表單上點兩下 把事件 把事件改成 Edit 那這種寫法在表單裡面非常多 這個叫事件 驅動 就是什麼樣的事件做什麼事情 好那就把乘字寫 你不要選錯事件 因為不同的事件 它就是 會不同的狀態才去觸發 所以觸發的點很重要 OK Edit 那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你寫固定的資料 像男 男女這個可能兩個 可是如果未來 你的資料不固定 或者你的資料呢 不是 直接寫上去的 而是 這個資料是從 可能你 Excel裡面的某個地方 幫你加進去的 可能你有一個清單嘛 那你希望載入 你有好幾個清單 那你好幾個清單做好 你希望 當載入的時候 自動幫我把清單加進去 而且呢 最好是呢 這個清單以後增加的話 那我也 下拉清單也自動增加 如果減少 下拉清單也自動減少 哇那是最棒的 OK 可是要怎麼做 其實有個方法啦 其實有時候偷懶就是 直接在什麼 在這邊加性別 利蘭 為什麼放利蘭呢 因為將來 使用者不會沒事 移到旁邊 或者你甚至可以把這個利蘭給隱藏起來嘛 隱藏起來就好了 對不對 偷偷躲起來是沒有人知道嗎 可是很方便啦 因為你維護也簡單 OK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 他是放在哪裡呢 利蘭的 這個什麼 惡到最下面的列 OK 第一個 那 當然將來你也有可能會增加性別 假設啦 因為可能 最近 可能不知道 將來怎麼樣 所以你要預留 所以第一個呢 我先把這兩欄 用那個什麼 註解 按右鍵 這邊有個編輯 你可以把它使程式 變為註解 就是先留著啦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跑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就是當他載錄的時候 一樣 把他的第1個第2個 到第2個 第2列到最下面的資料 塞到裡面 所以呢 一樣 4i 等於什麼呢 第2列 到哪裡呢 到Range的 Z欄裡面 也許從Z1 向下去偵測 因為我不知道 到底有幾個啦 反正 向下偵測他哪一列 但現在只有 只有兩列 那當然就 比較簡單 簡單 OK然後呢 這邊按一個NAS 那做什麼呢 MyD AtItem 有沒有 什麼東西呢 就是把那個Z欄裡面的那個 有沒有 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呢 Z欄嘛 對不對 OK應該懂那個這個敘述吧 他就會先把第2男生 先放進去 再來下一個 因為只有 總共只有 三列嘛 所以這個Range向下 那就3嘛 所以 會把男生女生放進來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那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男女 但是這個好處 這個寫法的好處 你想說老師那上面還是比較簡單 下面好像有點複雜 不過他有個好處喔 如果呢 我這邊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又多一個性 有性別 因為他不知道是要把他看成男生還是女生 假設又有個性別叫中性 OK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寫固定的話 你可能程式要再寫一行 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這樣的話 那你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呢 他會出現 那如果你又再增加一個 項目 他又會加進來 可能 改朝換代又換 也許 你改朝換代 男性 他會自己去抓 到底你有幾個項目 那當然 你將來呢 如果說不止一個下拉清單 你可以怎麼樣 去維護好幾個 然後清單的範圍就是 可能就是在 這個表單的 這個工作表的 某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 可以試試看 當然 另外我以前還寫過一種方法 就是說 這個範圍呢 我們是抓這裡 可是如果說我將來 另外 我們前面好像要寫過用名稱 從選取範圍 建立 頂端列 有沒有 頂端列呢 那名稱管理員 裡面不是有個性別 他的範圍剛好在這裡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將來 要用名稱 名稱的方式去抓這個範圍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這個寫法的話 只要怎麼樣 這個寫法 也是for i 等於 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可是底下我是要 把名稱抓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for each的敘述 這個地方 其實又多一種敘述 你可以嗎 for 這種敘述比較特殊啦 for each for each的敘述是每一個 每一個在 比如一個名稱 在這個裡面所有東西 我要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那你可以怎樣 for each sale 這個sale是一個變數 in 哪一個名稱呢 nance 這邊有個名稱 nance 那我剛剛有一個名稱 叫做性別 nance 是個名稱 使得是名稱 可是它不是一個範圍 你可以怎樣 點 它一個叫refer 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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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ranch 就是把名稱變成一個範圍 然後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你可以幫我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會先抓男生 放在這裡 然後nance 換抓女生 抓在這裡 直到沒有為止 所以如果你那個名稱很多啦 它就一個一個幫你抓出來 它的敘述是for each 那這個sale是我自己取的一個 一個變數名稱 in在這裡面 refer to ranch ok然後呢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其實也可以 這邊 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呢底下的話就怎樣 加一個sale就好了 sale ok 就是先抓給它 它在幫我add item進去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今天沒幾行啦 只是用name的方式 nance 的物件 名稱 這個 這個方式 其實我在其他書裡面好像沒有看到過 因為這是我自己寫 自己 用方法 我看那個 官方說法 然後把它寫出來了 來自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有沒有 一模一樣 這個額外補充 然後 這個方法 這個方式的話 還蠻 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這樣用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下拉清單 如何啟動那個表單 還有呢 如何 增加項目到那個下拉清單裡面 那我總共有寫了總共有三種方法 第1種方法是固定的 男女 第2種方法是去抓什麼呢 抓那個 我們 在工作表的 Z欄裡面 有 性別 男女 OK OK 那第3種是 我不需要知道它放哪裡 我只知道 我只需要定義一個名稱 叫 Nance 性別 Nance 那個物件 先要定義一個名稱 叫性別 將來用Nance的這個物件 去抓到 這個東西 並且把它轉換成為一個 Ranch 再用4H的方式 一個一個的幫我抓出來 並且add item到那個項目裡面 這個可能對各位來說比較稍微 多一 一種寫法 待會也會幫各位貼到雲端上給各位參考